大家好 好久沒有拍片了 今天是老婆的生日 很久沒拍片了 因為我們之前做了一個大的工程 我們家前面的整個地台都更新了 花了一段時間加上我出差 所以很久沒跟大家拍片了 今天呢來跟她拍一個特別的影片 因為是我老婆生日 準備把老婆的車給換掉 老婆說我都沒有關注她的車 想不到一關注就是要把她的車給賣了 準備了特別的禮物 有一顆戒指 她下來了趕快跑 被她給聽到 說我來洗洗涼 她說我都沒有關注她的車 想不到 這麼一關注 竟然就要把這個車給賣了 沒有鞋子 沒有鞋子 隨便穿一雙 還有呢夏天到了啊 這兩天準備來換上我真正的夏季胎 原廠胎 買到現在都還沒用過 因為一買的時候就已經是冬天 換上了這個雪胎啊 哎呀那雪胎還蠻不錯的 這紋路多呢就是可以在雪天呢 厚得住 好今天不講保濕眼 今天講V&W X3 這台是我老婆的愛車啊 這台車也 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部車 為什麼呢 因為這台車很好吞啊 好吞到不得了 好 因為呢 這台車呢 我基本上 隨便開隨便停 算是個 代步車不用那麼的care 說喔 車要好好的停啊 怕被人家刮啊 Anyway這台車呢 陪伴了我們 才開一萬五千公里啊 Welcome Kelvin OK 我是個寶馬的老司機啊 所以寶馬這個車呢 我是 再熟悉也不過了 他的所有功能呢 一代換過一代 那最新的一代呢 他整個面板已經是連成一片了 那應該是學 Benz 學賓士的我覺得 那整個這個空間感 其實呢 如果你是寶馬的老司機的話 就覺得 寶馬他的一個操控性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那當然跟寶石姐呢 有各有各的特色 但是我覺得呢 寶馬呢 他的引擎的加速的一個線性啊 是比較穩定的齁 那寶石姐你要看哪一種車款 那因為今天呢 我要把這個車給賣掉 所以很多東西啊 我要重新reset 很多的線啊 包括這個行車紀錄器啊 我埋的這個線 埋的非常好的 我後面還有一個齁 前後的一個 這個行車紀錄器 我這個 Highway的這個 這個算 寄費的嘛 在多倫多呢 這個上這個 收費的高速公路呢 是要有一個這個 transponder 去收費的 好 不囉嗦 我先把車子開出去 然後呢 來講解這台車的 需要怎麼樣去reset 好啦 車我開到車庫門外了齁 比較方便去整理 老婆說呢 我對這台車呢 真的是不太關注齁 也不幫他洗澡 哈哈 你看這車子有多髒啊 灰塵啊 哎呀 都是灰塵 是啊 確實有點虧待了這部車啊 到底你看看這台的外觀啊 我也沒什麼跟他洗啊 哈哈 這麼多的蚊子 哇 加到什麼不多 這個蚊子人 路上的蚊子很多啊 哎呀 連後視鏡都是蚊子啊 好啦 剛有講到這一個 呃 行車記錄器啊 就是這一個 哎呀 這個行車記錄器的線 我是埋得非常好的 是完全是看不到的啊 這個是也等一下把它拆掉齁 這個後座呢 基本上我跟我老婆呢 都很少坐 呃 所以後座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乾淨啊 這個椅子 基本上都還 有一點皮的味道啊 全新的感覺啊 好 好 我們啟動一下這個 電門啊 OK 首先呢 這台車呢 因為要 要給他給 換掉了齁 那 換掉的第一個 最重要的步驟 麻煩 要到這個 setting來 到car 車子 這個地方按下去 啊 我用手動的 用touch的齁 setting 進去呢 這個general setting 一般的設定 一般的設定 一般設定 其實你滑到最下面啊 這有個叫reset vehicle data 按進去 哦 這個就講 如果是你要reset呢 the vehicle will be reset to factory setting personal data and setting in this vehicle will be deleted 好吧 你就要注意啦 一旦你啟動這個reset呢 整台車子呢 就會回覆到原廠設定 你的所有的個人資料啊 比如我剛進來 有寫我的名字啊 你的這個音響的設定啊 你的所有的里程 裡面的相關的一個trip的data 啊 還有呢 就是你的個人的設定 包括你這一個座椅的這個設定 所有的設定呢 就全部會回覆到原廠設定 也就是說呢 是清空啦 好 我們來實現一下 reset vehicle ok 按下去 reset vehicle data reset ok 啊 啊啊啊啊 reset為什麼不給我reset 啊 reset啊 啊 真的reset了 哦哦 一幕黑屏了 好 它現在應該在reset當中啊 等一下reset完之後 再跟大家share一下這個reset之後的一個現象 哦 現在已經在重新在跑了 BMW 我估計呢 在delete所有的data當中 ok welcome 哇 馬上都全部清空了 我的人名都不見了 嗯 ok ok 好 我來看看呢 這個video的 這個setting還在不在 都不在了 no assigned not assigned 12345 因為BMW有八個這個實體件喔 你一摸呢 它每個件應該會跑 你摸到哪裡 跑到哪裡 它是感應式的 我原本八個件呢 都有設定說是什麼功能 比如你的radio哪一台哪一台都可以設定 甚至你可以設定哪一個地圖的定點 捷徑也可以設定在這個按鍵 如果想知道寶馬的一些功能設定呢 可以回去看我的影片哦 寶馬BMW X5的一些功能介紹 有些詳細的介紹 好吧 那今天呢 會把這部車 換成哪一部車呢 賣個關子 哈哈哈哈 到時候呢 再跟大家開箱啊 換了哪一部車子 當作 當作我老婆的生日禮物哈 先這樣子啦 啊 終於把輪胎也搬上去了 哇塞 這個寶石鐵 寶石鐵的原廠輪胎真重 哦 在加拿大就是 冬天換冬胎 夏天要換回夏季胎 真是累人啊 好今天來換夏季胎啦 車子準備進來啦 車子準備進來啦 好啦 等輪胎 換夏季胎 在這邊休息一下啦 都是輪胎 連這個 連辦公室都堆滿了輪胎啊 已經換上去了 已經換上去了 搞定啦 搞定啦 再換好夏天胎啦 搞定啦 搞定 好搞定 好啦新車感覺怎麼樣 很好 這台車的功能非常的多啊 比之前的X3呢 差太大了 因為這面滿全新的 很多功能啊 都是升級的啦 已經沒有雞腿了 用撥的 好吧我們去試車了